程序员都喜欢重构代码 让乱糟糟的东西变得整洁 能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愉悦感 重构这种做法也是程序员圈子里公认的好习惯 在学校里老师会推崇 在职场里前辈会推荐 在各种软件开发理念 各种编程思维里 重构也经常被提及 但嘴上说的好听是一回事 经验丰富的老油条会发现 项目真正开始之后 重构的机会少之又少 最多是在提交PR时 顺便做一下变量除命名 拆分长按数之类的小修小补 这么巴紧的把重构 当成一个有分量的任务都很少见 更别说把重构当中 是某个开发周期的主要工作 程序员很重视 但是项目组不重视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割裂的状态呢 故事得从最开始说起 这位90年代软件开发理念的 目准名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 重构是唯一一个源自于学术界的理论 1990年来自伊利诺尔大学的 再读博士生William 发表了论文 We factoring and aimed in design application frameworks and involving object-oriented systems 首次提到了重构 We factoring这个词 一年后 华盛顿大学的另一个博士生 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 首次全面的系统的构建了 重构的理论 他针对的是主流的 functional programming和 procedural programming的代码 又过了一年 William自己也发表了 博士学位论文 他构建了 则是面向OOP代码的重构理论 因为他的导师 就是OOP圣经 Design Patterns的四个作者之一 但重构这个做法 从实验室里的理论 走进项目组里的实践 多多少少得归功于 上一期木制名的主角TDD 作为Agile体系的基石 Extreme programming模式中 TDD是最深入到 日常工作的指导方针 而TDD的三个主要步骤 写测试 写代码 重构代码 则是环环相扣 缺一不可的 因为在TDD的写法里 如果代码不重构 史上会成指数级上升 很快你就会举步维艰 所以在Agile体系 全盘接管开发的年代 重构无庸置疑 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但成也TDD 败也TDD 随着Agile开发 被大家做成Agile风味的开发 捆板销售的TDD 也不再受宠 脱离了TDD的重构 也开始变得可有可无 对于这个成本不小 价值不明的工序 负责管理项目的人们 开始提出那个致命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重构来着 这个问题最标准的回答 来自于重构的圣经 Martin Fowler的名著 Vefactoring 根据这本书的解释 重构是为了让代码 easier to understand and cheaper to modify 这里虽然没有提到主语 但我们都知道 这句话的主语是程序员 让程序员更容易看懂代码 让程序员可以更轻松地改动代码 程序大尾 重构都是一个 以程序员的身心健康 为主要考量的理念 而这也是让重构 在业界寸步难行的根本原因 在业界 我们可以用价值和成本 来衡量一切行为 那么一个新产品 在开发时就有两种选择 一是在开发初期就投入精力进行重构 时刻让代码保持在高质量的状态 这会在早期影响产品的 商业价值的爬破速度 因为你每花一分钟在重构上 就会少一分钟在业务需求的开发上 但随着产品的成熟 持续重构的高质量代码 就会发挥优势 更少的死伤和技术债 就意味着更快的新功能开发 更少的bug和维固成本 反映在商业价值上 就是更快的提升速度 第二条路线 则是在开发初期就埋头猛干 使劲造产品 不去管代码质量 这样能让产品更快的发布 更快获得用户 更快占领市场 更早的提升商业价值 但进入后期 就会面临积累下来的13代码 即将过去的技术战 频繁出bug的生产环境 开发团队则需要投入 越来越多的维护成本 新功能的开发 就会面临更少人力 更高风险的困境 对于极大程度的 拖累产品的增值速度 当然以上皆为理论 那么在现实中 软件开发会选择哪条道路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要先复习一下 在科技行业 堪称真理的鸿沟理论 根据鸿沟理论 任何产品都要先经过 早期市场的探索 你的大方向 你的产品卖点 需要先被一个 小众的前卫的群体所接受 证明它是有市场的 然后才可以向大众推广 在这个早期阶段的产品状态 这是大家熟悉的 Minimum Value Product MVP MVP状态的产品 不需要有很高的商业价值 很完整的功能 所以如果我们在路线图上 标注MVP的位置 它的海拔会很低 MVP最重要的是速度 因为如果你把时间 精力和预算 都花在一个MVP上 最后发现没人接受 那你已经完蛋了 甚至没有翻身的机会 迷眼人都能看得出 路线2会比路线1 更早地达到MVP状态 这是为什么有脑子的 在开发早期必然选择路线2 这是从风险和收益的角度来说的最优解 OK 假设现在我们成功发布了MVP 也获得了早期市场的认可 那现在是否就可以考虑调整项目方向 开始重构了呢 当然不可以 因为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跨越鸿沟 进入主流市场 这个理论之所以叫做鸿沟理论 就是因为主流市场和刚才经历的小圈子 是完全不同的战场 它们之间的差异如同鸿沟一般 小圈子能容忍残缺的功能 而在主流市场你甚至端不上桌 小圈子有极强的动手能力 但普通人需要喂到嘴边的简单直接 小圈子有什么新鲜事物都会试一下 大众只会跟风用最近最火的东西 所以为了跨越鸿沟 你的MVP需要蜕变成为一个 完整的符合主流印象的产品 而且你是在和时间赛跑 因为在同一时间 无数其他产品也在入合 到最后能赢得市场的只有几个头部玩家 这就是主流市场的本质 赢家通斥的零沟游戏 你如果在这个时候开始投入精力重构 你就是主动把领先地位让出来 所以在这个阶段 有脑子的也不会改变路线 OK 假设我们现在已经成功跨越了鸿沟 在主流市场站稳的脚跟 成为了纯活的几个头部玩家之一 这个时候是不是终于可以重构了呢 不好意思 还是不行 就像前面提到的 在这个阶段的产品 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技术债 重构的成本已经远远高于MVP时期 这个时候的重构 就成为了一个短期成本和长期价值的组合 那么有谁愿意为这个用单前的高风险 去赌一个未来的高收益的项目买单呢 尤其是在当今的商业环境下 风险肯定是自己承受的 但收益你不一定能等得来 没有铁饭碗的人不会想着为别人做嫁衣 有铁饭碗的人不会没事给自己找风险 所以从商业的角度来说 在软件工程里永远都没有重构的一席之地 证明完毕 但产品开发和代码重构 其实不需要站在对立面 虽然越是成功的产品 就越会有人抱怨死伤 越会让人觉得大厂都是什么草台班子 这是因为成功的产品不代表成功的代码 但反过来 如果想要获得重构的机会 想要获得好代码 我们还真的也跟产品搞好关系 毕竟预算是抓在人家手上的 有些人的做法是把代码质量打造成一种KPI 让它和产品交付绑定 比如Sona Cube,CodeSense这类代码分析工具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量化代码的质量 这一步是不难的 难的是下一步 怎么把这些量化结果转化成商业语言 你不能直接说 代码质量从90分降到80分了 所以我们要大搞重构 你得说的是 代码质量从90分降到80分了 造成了XX影响 所以我们要大搞重构 这个XX得和产品的商业价值挂钩 这很显然是Sona Cube做不到的 反正我是没有见过 谁能成功地用代码质量评分为理由 推动大规模的重构 当然也可能是我咕噜寡文了 请观众们分享一下成功经验 这也不代表着重构无案了 要拯救重构 我们首先要打开视野 我们要回到理论的原点 在William的论文里 重构的目标是 Preserve the behavior of a program 而在Martin的书里 则是Without changing its observable behavior 核心都在于Behavior这个关键词 这个Behavior到底是对谁而言的呢 程序员 项目经理 还是客户 不同参与方的角色定位不同 他们可观察到的Behavior也不一样 基于这个观察 著名程序员Atomic Energy提出了 狭义和管义的重构论 其中狭义的重构 就是追求在代码层面 不改动接口 不破坏Unitest 甚至连程序员都不会察觉的改动 这就是最经典的重构 而管义的重构 就是只要用户没发现有什么不同 那就可以了 程序员们追求的狭义重构论 就有点像是在向上级乞讨 我保证动作会很小 改动会很轻微 不会影响到业务的 求求你让我重构一点点吧 姿态太卑微了 你越是卑微 就越体现不出价值 就越难争取到机会 我们应该追求的是管义的重构 因为这样才能拓宽我们的行动范围 纳入更多的价值体系 获得更多的筹码 管义重构最有名的一次实践 应该像是十年前 阿里巴巴搞出来的中台架构 整个集团里 所有业务的 所有系统的数据权限 被收归到一起 统一管理 这是管义的重构 因为普通消费者 不知道这个事情 只是震惊了所有业内人士 虽然最后这个架构 灰溜溜的收尾了 但能把这么大规模的 重构项目推动起来 就足以载入史册 我们不需要追求 这么极端的效果 简单点在自己的项目中 找到可以跨靠的指标 给重构行为上价值 就已经很有效果了 比如我在第二十二期视频里 分享的软件开发3M原则 其中后面的两步 Make it right和Make it fast 本质上都是重构 但它们是释出有名的 因为right可以体现在 技术战案升级上 旧技术过期所产生的 额外维护成本和安全风险 都是可量化的 而fast就更直观了 尤其是暗量机飞的 云服务用得多的 多快一点就能多省一点 这种把项目经理 产品经理牵涉进来的做法 表面上看是给它们增加的麻烦 实际上 你是给它们送上了一份礼物 一份可以向上汇报的新成果 这种好事 自然更有机会获得大家的支持 不过我觉得原教旨主义的 各位狭义重工论的支持者 也不需要气馁 因为你们起始回生的 曙光就在眼前了 就是现在的AI编程趋势 如果我们把Cursor的发布 算都是AI编程时代的开端 到现在满打满算也有两年了 不管程序员们愿不愿意 从每天的新闻里 我们都可以看到各大公司的CEO 兴高采烈地宣布 自家的代码 现在有百分之几十 由AI生成 而与此同时 一个新的问题也随之诞生 因为Transformer模型的 本质是一个统计学模型 所以在大量数据的参考下 它给出的做法 必然是趋向于中位值的 中庸的做法 再加上超大上下文的 性能问题和质量问题 还无法解决 就像有Lama 4 Scots 这种能支持 1000万Token窗口的模型 大家在日常工作中 还是习惯用32K到128K的小窗口 而小窗口就意味着 大模型会更依赖 训练数据中的中庸做法 而不是针对当前项目代码 做最优解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抱怨 AI经常无视代码里 已有的工具库 为了在某个地方调用一次 而完整重造了一个新的 或者无视编程范式 在Functional代码旁边 来一段OOP 又或者无视项目状况 升级一些重要的依赖 从而带来没必要的兼容问题 随着市面上的代码 越来越多地由AI生成 用来训练的代码数据也一样 AI自己拉出来 再自己吃回去 形成闭环 死伤只会越来越高 不到哪天他们搞出大新闻 企业可能才会想起 向人类程序员求救 而这或许就是 重构的重生时刻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